思念的折磨是痛苦的 这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 小丽睡不着 从家里偷偷地溜出来 她好想陈佑生 虽然她明明知道 陈佑生不会出现的 但是这个地方 却是唯一可以见到陈佑生的地方 突然店门口走出来一个人 竟然是她 真的是陈佑生 小丽马上冲过马路 搬向陈佑生 陈佑生先是一愣 但看清楚小丽 她也喜出望外 紧抱小丽 感觉到小丽 牵手的身体不停地颤抖 陈佑生带着小丽 到漫画店后 简陋的办公室 小丽看着眼前 这个朝思暮想的男人 几天来 所有的担心 委屈 焦急 一时间全拥了上来 考虑 不要再哭了 好了 不要再哭了 拉哥 你怎么突然不见了 母亲 不哭了 不哭了 有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我妈妈中风住院了 我必须到医院去照顾她 所以我没有到店里面来 你呢 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 我在想你想妈妈 想你 我想帮你活下 但是 我突然还不出来 我不记得你的脸了 陈大哥 你不要离开我 没有不见的 我好不得 除了你 我没有其他人了 我好害怕失去你 夏丽 我知道 我不会离开你的 陈又生看着小丽 强烈的心感拥了上来 她不顾一切 热情地吻着小丽 她想要保护她 要她 终于陈又生和林小丽 就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 忘掉了现实所有的束缚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这天林小丽又和同学 一起来到店里 陈又生无意间听到他们的对话 发现他们竟然冒用同学的会员证 等到他们准备租书的时候 陈又生当场就要检查他的会员证 这个证件不是你的 这上面的照片根本就不是你 你为什么要偷用别人的证件 我 我 你惨不惭愧 你说 这么小就不学好 你将来长大了怎么办 我不是故意的 这是同学送我的 我 陈又生没想到她会下成这个样子 于是改用温和的态度劝慰她 到最后还答应 免费送她一张会员证 才使得小丽获替微笑 叫什么名字 林小丽 小丽 小丽 好了 妈 谢谢 以后啊 你就有自己的会员卡了 不过要像以前一样 常常来哦 好 两个人愉快地勾着手指头 相视而笑 这是他们初次的谋约 陈又生又怎么知道 少女情怀总是诗 这时刻 林小丽 对她这个亲切的慈爱的大哥哥 已经开始了不可解的情愫 林小丽快乐地回到家中 看到爸爸和姐姐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她马上低着头 直接回到房间内 自从去年妈妈过世后 爸爸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她也就越来越不敢和爸爸说话了 夜蓝人静的时刻 小丽靠在床上 心里七上八下 想着下午发生的一幕一幕 手里头也开始勾勒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第二天林小丽送给陈又生一张素描素写 画的就是昨天下午自己站在柜台前挨骂陈又生凶巴巴的样子 陈又生笑了出来 称赞她的图画 画得很传神 以后只要有时间 小丽就会到租书店看书看漫画 而当陈又生知道小丽准备参加美术比赛时 就常常介绍些不同的漫画给小丽观摩学习 这天小丽又埋头专心地画着画 陈又生悄悄地来到她身后 看到她画的是一个中年妇人 就问她画的是谁 没想到林小丽一听 竟然红了眼眶 当场就掉下泪了 陈又生对小丽的情绪突然转变有些意外 一时之间手足无措 只好安慰小丽 过了一会儿 小丽才说起母亲过世的经过 接下来这段时间 陈又生忙着搬家 每天店里家里两头跑 不过她有时也会想起林小丽 不知道她比赛的结果怎么样了 为什么最近都没有来 一想起这个小女孩 又生心里就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其实这段时间 林小丽往往在下课以后 就偷偷地站在漫画店对面 看着陈又生 她看到陈又生和太太 一起忙进忙出 小丽鼻子酸酸的 觉得自己好像已经 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小丽无精打采地回到家 爸爸正在厨房做饭 看到小丽 难得和她讲上一两句话的爸爸 竟然开口叫她 小丽啊 今天啊 我到好几家补习班去看了一下 带了几本简章回来 待会儿你有空啊 好好地看一下啊 补习班 干什么 我想啊 你现在学美术 只能够当兴趣 可不能当饭吃啊 所以我想 你还是考一个 正常的大学比较好 你现在才高二 应该来得及啊 为什么 妈妈都没说不好 哎呀 你就是让你妈给宠坏了 你想想看 一个女孩子只靠画画 能填饱肚子吗 我不管 我就是要学 我答应过妈妈 我还要出国学画画 出国学画画 哎呀 小姐啊 我可没有这种钱让你去浪费啊 我说不准就是不准你画 你要画 将来等你没饭吃的时候 看谁来养活你 小丽没想到爸爸竟然不让她学画画了 这怎么可以 画画是她最大的兴趣 也是妈妈对她的愿望 她决定要和爸爸竞争到底 但是不管她怎么说 爸爸就是不答应 小丽当场哭了出来 转身就跑回房间 小丽回到房间 趴在床上哭得好伤心 这个时候姐姐悄悄走进来 坐在小丽的身边安慰她 姐姐知道小丽的决心 答应支持她 也愿意把她白天打工的钱 拿出来给她买材料 小丽这才破涕为笑 不再流眼泪 她知道 实际上除了陈又生之外 还有一个支持她的人 那就是姐姐林小芬 83年12月13日下午 陈又生在路上走着 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是一个人被汽车撞到 陈又生跑去一看 发现那个女孩子竟然就是林小丽 你有没有怎么样 陈大学 我 好好好 对不起 不哭不哭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了没事了 陈又生仔细地看着小丽 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 小丽似乎瘦了一些 脸上的神态也有些不同 她把小丽扶起来 检查有没有受伤 还好小丽并没有怎么样 于是陈又生决定开车送她回家 在车里小丽和陈又生共处一个空间 里面都是男人的气味 小丽的呼吸渐渐急促了起来 她知道如果天天都能和陈又生这么靠近 那该有多好 途中小丽突然要求陈又生 带她去一个地方 又生虽然觉得疑惑 但进不起小丽肯求也只好答应 你说的是这里吗 嗯 就是这里了 以前我最想来这里写生了 那边还有一棵好大的榕树 蓝天白云的 还有好漂亮的花朵 还有 那以后呢 不常来了吗 因为我每次来都会带鱼三明治 那是妈妈为我弄的 后来 后来没有来的原因是 jo 他大概想得了 是的 我听就想得了 你应该怎么会不着呢 我怎么想得了 我该怎么会带鱼三明治 那你怎么可能就在那里 我您的老师 太大了 我就想得了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陈又生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回到家里 妻子正抱着小孩在喂奶 陈又生看到这温馨的一幕 心中不由地生起一股歉意 这时候白素语开口了 今天怎么比较晚啊 今天我在路上逛了一下 先生 常常有事瞒我哦 没有啊 哪有啊 还是没有 别骗我了 那是你自己的疑神疑鬼 你知不知道最近店里的事情好多 家里又这么吵 我只是想安静一下 你不要烦我了好不好 白素云被陈又生一顿抢白 生气地抱着孩子走进房里 陈又生看着妻子的背影 心中的歉意更深了 分明是自己不对 为什么还那么凶呢 难道是他心虚 他好想去安慰素云 但是又怕再被追问 索性拿了衣服直接去洗澡 不愿意再想这件事情 从此之后 林小丽一放学 就来店里找陈又生聊天 或是帮忙整理书架 陈又生心里充满了矛盾 明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看着小丽绽放青春的笑容 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自拔地 爱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这天小丽正在整理书架 白素云突然来到店里 和陈又生讲了几句话 陈又生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小丽急忙赶到门口 看着陈又生和白素云离去的背影 小丽的心里突然有一种 被抛弃的感受 为什么白素云一出现 陈又生就假装不认识他呢 那这个男人到底当他是什么呢 突然他觉得 他和陈又生的距离变得好远好远 接下来的几天 陈又生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没有任何的消息 也没有到漫画店来 看着柜台里那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小丽不敢去问 只能一天又一天地等他 思念的折磨是痛苦的 这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 小丽睡不着 从家里偷偷地溜出来 他好想陈又生 虽然他明明知道 陈又生不会出现的 但是这个地方 却是唯一可以见到陈又生的地方 突然店门口走出来一个人 竟然是他 真的是陈又生 小丽马上冲过马路 奔向陈又生 陈又生先是一愣 但看清楚小丽 他也喜出望外 紧抱小丽 感觉到小丽 牵手的身体不停地颤抖 陈又生带着小丽 到漫画店后简陋的办公室 小丽看着眼前这个朝思暮想的男人 几天来所有的担心 委屈 焦急 一时间全拥了上来 好了 不要再哭了 陈大哥 你怎么突然不见呢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我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我妈妈中风住院了 我必须到医院去照顾她 所以我没有到店里面来 你呢 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 我 我在想你想妈妈 想你 我想帮你活下了 小丽 我突然判断 你 我不可能 记得你的脸了 陈大哥 你不要离开 不要不见了 我好不敢 除了你 我没有其他人的 我好害怕失去你 小丽 我知道 我不会离开你的 陈又生看着小丽 强烈的情感拥了上来 她不顾一切 热情地吻着小丽 她想要保护她 要她 终于陈又生和林小丽 就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 忘掉了现实所有的束缚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激情后两个人又伸出了小指头 紧紧地勾在一起 脸上都泛出了甜蜜的笑意 从此以后 小丽每天下了课就去找陈又生 两个人在小办公室里 一起吃饭聊天 就像一对小夫妻一样甜甜蜜蜜 小丽画画看书的时候 陈又生就在前面看店 小丽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快乐幸福过 她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想和陈又生在一起 陈又生也因小丽重新感受到爱情滋润 最近几个星期陈又生回家的时间都比较晚 白素云故意表现得毫不在意 时间一到她就自己上床睡觉 陈又生轻手轻脚地进门 她也假装不知道 但是白素云实在忍耐不住了 觉得一向温柔的丈夫这次实在太过分了 今天白素云决定要和陈又生好好谈一谈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我最近又怎么了 你每天早出晚归的 小孩都快还不认得你了 我还不是想店开久一点 我们可以多赚点钱嘛 你怎么这样子一直挑剔我 一点都不体谅我呢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累多辛苦啊 你辛苦难道我就不累 还不是因为你要搬出来 小孩在家给妈带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也不用赚钱赚得这么辛苦啊 所以从头到尾办出来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跟你也没有关系 我没说 我只是觉得会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是你自作自受 我自作自受 你怎么能这样讲 也许 也许我嫁给你我才是自作自受 你 随便你怎么说 我没意见 陈佑生开着车在路上没有目的地乱走 其实他一点也不想和妻子吵架 最近他的确花太多时间和小丽相处 所以妻子有怨言也是正常的 不行 错的是我 陈佑生这样想着 我应该回去向肃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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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ή嘱 Made 我是啊 宝贑 我应该回去向肃云道歉